我叫蘭德蘭 我是2012年從高明中學畢業的 那在2012至2016期間呢 就有一首大學的材料系 材料系呢是一個相當實用 而且呢多元性的系 因為它跨色的領域呢非常的多 從傳統的金屬產業呢 到高分季的半導體啊 電子產業 甚至你想要走一些比較例類 像高分子啊複合材料 陶瓷生意能源呢 其實你都可以接觸到 那所以學生的發展性能非常的大 大部分的教師都做了相關的產業工作 所以他們常常在課堂上呢 就會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 也會在工作上會實際用到的例子呢 放到課堂上去討論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一點 因為可以幫助學生呢 更容易進入課程 那一手材料系呢 也有相當多的實驗課程 那它也給你機會去做專題 那我覺得在眾多的課程當中呢 實驗課跟專題課 是你學習到最多的最實用的課程 你可以藉著做實驗呢 去學習如何在你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如何冷靜的面對它 其實常常在做實驗 可能就會花掉了好幾個小時 甚至可能是好幾天的時間 那你也常常會做示範 那你在做實驗當中 你常常會很沮善 然後會有點誤識錯 不過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從錯誤中學習 然後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所在點 然後去分析它並改善它 所以我覺得實驗課甚至專題課呢 都是一個可以 既可以動手也可以動腦的一個課程 那我覺得在這個大學的生涯課程當中呢 是我印象最深刻 我也覺得是最實際的 我一點也不後悔來唸一首材料信 不過我在這邊學到的東西卻非常的寶貴 我發現一個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卻不了解的材料世界呢 其實是可以這麼的有趣生動及實用 另外我在這邊也認識了很棒的教師 在你有困難的時候會幫助你 會提點你 你在這邊也會交到很好的朋友 一起面對你科業上還有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我真心的推薦應手的材料信